新闻麦克风 好欢迎大家加入新闻麦克风 好今天新闻麦克风想跟大家分析火场的逃生之道 因为台北的前桂林森殿 昨天发生的大火造成五人死亡一人命危 那么其实非常多这种胜利死别的一个场面 包括有刚好有一位死者是昨天过生日 没想到遭遇死结 那么还有工程师在临死前的打的最后电话 是跟爸妈说我逃不出去了 没想到这个最后一通电话是这样子 那么这么多的悲剧到底是可以避免的吧 要如何阻止这些遗憾发生 好今天接下麦克风的是前消防署灾害管理组的林金鸿组长 欢迎林教官 林教官早安 主持人早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 教官首先来跟听众朋友观众朋友稍微分析一下 那么您这次前桂大火 您觉得会造成那种重大死伤的原因 您觉得是什么呢 我觉得在整个灾害 第一个当然大家知道它的消防系统本身 等于是说有被关闭 所以大家可能知道火警的时间 本来就比较晚 那当然这里面还有很多细节的状况 我们现在不是很清楚 对 所以有很多状况不是很清楚的情况 其实很难去做深入的分析 但是从这里面可以发现 最起码在媒体的报道里面 目前发现的罹难者都是在最顶层 那合理的推估 我现在必须讲这只是个推估 就是它的烟热 也是说本来就会上到最顶层 换句话说 那现在的报道是它 因为在做电梯的施工 所以它楼板被打动 那楼板被打动的时候 那个烟热就会往上串 而且它会先串到顶层 所以相对顶层会是比较危险的 OK 那当然这里面 这个我想是目前大概可以想到的原因 那至于它这里面中间 还会牵动到很多的变数 比方说它的应变 对 还有它整个的环境 对 好 关于人祸的部分 到底这个消防警报系统 是怎么被关掉的 要等待检警的进一步厘清 但是我们俩想要来分析的是 这个自救的方法 那刚刚教官也提到 就是说 好像这个顶层是比较有问题的 我听过一个说法 就是在火灾发生的时候 以前课本好像都有这样教 比方说要赶快的出门 然后赶快的往上逃 那教官这个是正确的观念吗 这当然是一个需要重新检讨的 这个观念 而且这个是大家一定要 比如说重新的去厘清的观念 我个人来讲 我觉得这基本上是一个错误的观念 而且是个很严重的错误观念 因为火灾在应变的时候 我们一定要先思考 什么叫做能够逃 所以当我们今天在谈灾害应变的时候 你要先把你的情境想清楚 所以在情境是固定的情况底下 火灾能够逃代表你的逃生路径上 是没有烟热的 也就是说你的动线是安全的 这个时候你当然是要往下 这个才是一个正确的选择 那当然很多人在谈火灾的应变 他会把很多情境 很多变数混在一起看 然后他会讲说 那万里有烟 万里有烟就违背了 我们刚刚在讲 逃生的前提是没有烟热的情况底下 所以如果你要跟我谈有烟 然后说有烟 因为底下有烟 所以我往上跑 其实这里面就会牵动到 那你什么时候发现烟 那为什么会有烟 会有烟就代表你发现火警太晚 那你发现火警太晚 在有烟的环境 基本上来讲 你就不应该选择的是逃生 应该要选择的是避难 因为烟的速度是不是比人 人的速度快太多了 其实烟的速度比人快 这固然是一个重点 可是更严重 而且更重要 应该不是更严重 更重要的是 如果这个空间里面已经充满着烟 其实代表你发现火警太晚 那你发现火警太晚的时候 其实你在还没有进到这个梯间 它烟就已经都整个弥漫住了 对 所以它会不会比你快 其实那已经不重要了 对 因为它本来已经都是烟了 那再加上烟是往上跑的 对 所以如果在一个有烟的这个 比如说环境里面 或者是楼梯间里面 它一定是越上面越热 这个是原则 一定是越上面越热 如果你的楼层不是太高 高到一百多层 那你一楼梢 当然它烟不会跑到一百多楼 但是正常来讲 它一定是越靠近顶层的地方 温度会越高 所以这个时候 如果你发现这里有烟 然后你再往上跑 其实你面对的这种危险的情况 一定会更严重 尤其那个烟是不是更毒 对 因为它的量积在那边 那它也会出现缺氧 也会产生高温 那所以教官来做一个提醒 就是说我们到底要怎么判断 可以逃生的一个前提是什么 如果说你真的要逃 你必须要确定在什么样的环境 什么样的情境之下 才可以向下逃生 其实我觉得逃生就是你的逃生路径上都没有烟着 对 这个时候你就选择 这是安全的 对 我觉得这是一个最基本的原则 对 你的逃生路径上是没有烟着的 这个时候你可以选择 是 好 那如果你开门 结果一看出去外面都是浓烟密布的时候 这个时候 我们要做什么呢 我会建议你关门避难 就把门关起来 对 我会建议你关门避难 那当然这里面就会牵动到 这是个大原则 那当然就会牵动到 你的门的材质等等 但是原则上 你还是关门避难 是相对的是一个比较安全的做法 那其实很多人在谈 这些灾害应变的时候 其实他脑海里面 思考的不是相对安全的做法 而是想的是绝对安全 他会马上联想到 哦 关在里面会不会是 赶快逃 事实上你应该要思考的是 你关在里面跟你跑出去 哪一个会让你比较先死 是 对 你应该先去思考这个问题 那所以你再去做你后面的决策 那如果外面是农烟 你跑出去 绝对比你留在房间里面 要来的危险 所以大家要好好的记起来这个原则 那比方说把门关上以后 之前也有先讲说什么 躲到厕所最安全 因为厕所有水 这部分是不是也要去理解 我觉得这是个迷失 这是个很严重的迷失 是 那其实我们在看一些事情 不应该从个案去看 是 那当然在这一次钱贵里面 有很多人是因为躲在厕所 然后后来当然也顺利获救 可是他今天躲厕所是能够获救 不是因为他躲厕所 是因为他的房门是关着的 对 这个才是关键 对 所以我们如果没有看到关键的部分 去看到一些不是关键 然后去把它当做关键的 这样子的角度的话 就有可能会留下错误的迷失 为什么厕所教官不建议躲呢 因为第一个 一般来讲 在厕所呢 他的门啊 他通常会有排气孔 对 烟会跑进去嘛 对 所以火场里面最可怕的是烟嘛 对啊 你今天水也没有办法去攒住烟啊 那些有毒气体 那很多人在 在有水考虑的是热 事实上呢 当在火场里面最可怕的是烟嘛 然后再来才是 热当然也会有影响 那因为我说厕所的门会有排气孔 第二个厕所的门呢 如果是塑胶的 因为很多厕所的门 大部分都是塑胶的 所以如果你从水能够降温的角度 那如果这个门呢 都因为热会溶掉咯 因为当它有热的时候 那个塑胶门是不是会溶掉 对 对不对 那溶掉是不是烟就进来了 对 那你那些水 真的能够把这些热降温到 确保你的生命安全吧 那其实更严重是因为烟会跑进来 对 所以当大家在谈躲厕所这一件事情 其实从这一次很多 接候雨灯的人的访谈里面 或媒体报道都看得出来 他们还是做这样的选择 其实这个观念 我已经讲很久了 就是不要去做这种选择 那当然我也希望大家开始去思考 那我们当然各种例子都有啦 那去年就是北部某大学 发生一场火警吧 那当时有两个女生 是唯一受棍在火场里面的 就是因为他们脑海里面 想到是厕所有水 所以就躲到厕所去 那其他的学生都顺利的可以救出来 只有他们两个后来重伤送 对 那这些都是因为过去的一些迷失 甚至于长久以来的观念所造成的 那我必须提醒 火灾的知识其实是不断的在变化的 一些原则是不会动 可是因为随着科技的发展 所以大家对火越来越了解 以前大家对火只是害怕 对 不了解它 所以可能就会衍生出一些 听起来有道理 事实上没有用的一些做法 可是现在因为大家对火越来越了解 对烟这个越来越了解 所以有一些过去可能大家熟知的观念 真的需要去做一些调整 是 所以大家要调整 就是这个烟在火场带的危害 可能比火要来的利己 那不是可能 那是一定的 对对 就是说你就马上就被呛晕了 你要怎么逃生呢 所以说在被烧死之前 搞不好你就被呛晕 然后呢 就没有办法获救 好这个是一点 那我再把这个焦点来回到这个案例 那如果说我们将来不幸也发生这样的状况 我们自己也陷到这个火场 到底在这个KTV 特别是KTV的环境里面 教官的提醒是什么呢 我们要做哪些步骤 其实我昨天在我的脸书 林金龙的消防天地里面 我有写了一篇文章 如果我在乾贵KTV的现场 我会怎么做 我觉得我们的听众朋友 可以到我的林初的粉丝团上面去看一下 因为刚刚问的这个问题太大 所以呢 我觉得我们要把情形讲清楚 但是如果我们谈原则 就是我讲的 逃生路径上没有原则 你就赶快跑 如果你开门看到有浓烟 你就关门 这个是大原则 是 那如果你要再去谈更细的东西 那就像昨天在一个 得说 就是也是在KTV里面翻唱的 一个我们的民众跑出来 那他当时呢 他叙述的过程里面就谈到 他的那个什么 他的那个 空调系统有烟冒下来 对 好那如果你有空调系统 你当然就要把空调系统关掉 所以你关门要关空调系统 我那里面就解释得很清楚 那其实有很多空调系统是因为烟跑出去 冒出来了 对 那他因为要维持里面的空气的循环 对 所以他会 等于是说会 会抽一些外气进来 对 那他抽一些外气就有可能会怎么样 会把外面的烟就会抽进来 除了关门也要关空调 对 所以如果以我来讲 像我去住旅馆 我在我的脸书上面 我就写得很清楚 包括我爸妈 然后我带他们去住旅馆 除了教他们辨识整个 那个安全门梯的位置 逃生的路线之外 对 那个就是我今天可以跑 我当然跑嘛 没有烟热 可是万一有烟热的时候 我就一再给他们强调 你们一定要关掉空调系统 那在旅馆 如果你找不到空调系统 一下不知道 你最起码你可以做一件事 你可以把那个房卡 拔掉 拔掉它的电源可能就断了 对 对 那个很多旅馆有这样子的设计 那这个是我对安全的态度 那我觉得 刚刚您问我该怎么办 你KTV 因为不同的情境 你可能会得到不同的结果 但是大原则应该都不会变 大原则大家要先记住 然后再去思考 在下一阶层的做法 都不要 比如说一开始就想到 我该怎么办 事实上该怎么办这是方向 这个是一个好的想法 但是我觉得大原则 如果你没有烟热 逃生路径没有烟热 我会主张你跑 那如果有烟热 我会主张你关门 那关门以后就要看到你现场的情况 那你再去做对应 对 那如果关上门之后 那接下来这些 分分秒秒 这个跟时间赛跑 这个时间 我们还能做什么呢 所以我在里面提到 就关空调 第三件事情 我会打电话通知 我会告诉他我受困的位置 这个很重要 然后呢 但是你就要思考 在火灾现场 他会浓烟密布 对 所以你跟119讲 你受困的位置 不见得 119就找得到 为什么 因为他可能看不到 那个报厢的号码 对 所以我就会跟119沟通 那这个时候 如果119已经摸到这附近 对不对 那他会用什么方式 对 让我知道他到了 对 那我觉得这个是 等于是说 要去沟通的 那甚至于 我觉得未来 可能119在搜索上面 可能也可以定出一些 比较简单的标准 因为这个是 过去我看过 真实的火场 那结果呢 消防队已经找到 那个人收困的位置 结果呢 消防队要把他救出 那个人是坚持不开门 是 那为什么不开门 因为他看到 外面有浓烟 他很怕开门 浓烟就跑进来 对 这个是在火场里面 会出现的反应 对 所以你如果事前 律定了一些 比方说 大家比较 已经熟悉的做法 我觉得这个都远比 你去告诉人家 说你要赶快去什么 塞门缝 我就要来的重 因为这时候 你已经跑不出去 你最需要的就是什么 消防队来救 对 所以如果说 你还能做什么 如果是我 所以我昨天在讲 如果是我 我会怎么做 那这个就是 我会做的事情 那讲实话 你也不需要 讲得太复杂 因为你讲到最后 其实有些东西 其实也没有太大的意义 你这个时候 就是耐心的 等待消防队 来救援 就不要慌张 然后也把这个大原则 先确立下来 那我想呢 其实大家 往后呢 不管是去一些 娱乐的场所 电影院 KTV 在欢唱之前 在看电影之前 真的是要把 所谓的逃生路线 稍微在心中 演练几遍 你稍微去看 那个路线的方向 先稍微记起来 也许呢 在这个意外发生的时候 就可以派上用场 那如果大家想要知道 这个比较具体 比较详细的 火场逃生 知道的话 也建议大家可以到 林组长的一个 脸书的粉丝页 去搜寻 林金鸿的消防天地 在上面都有 非常详尽的解说 因为时间的关系 我只能跟林教官 聊聊这边了 非常谢谢 教官的分享跟说明 谢谢您 谢谢 谢谢